他的做法第一个 我是直接去官网去下载 所以基本上 我只是预先帮你们 把你们要做的事情先做完 你打个Python 按Enter 它会出现Welcome 它会到那个Python.org的网站 实际上我就去download什么 download这个版本 那之前我download的版本是 Python的3.84的版本 那现在呢 已经是3.9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想要update最新的嘛 一样嘛 你就是点它 按下载就可以 下载 那下载完之后的话 你一样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执行 执行之后 其实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我在执行的时候 懒人包 你就一定要不能按照 他的这个方式 NAS 你一定要是选择 不要安装这个 它如果点选 这个按钮的话 它会帮你装到这个路径 C碟底下的User 的User 串到这里 有没有 那所以我就选下面这个 叫Cosmite的 有没有 就制定路径的 然后NAS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装到哪里 我要装到低碟底下 所以本来是C帽号嘛 改成D帽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就把它改成叫一个呢 Python的39 就39好了 OK 就是放开低碟的39 然后Install 这样子第一步 OK 所以我之前本来是低碟的384 所以如果现在假设你要更新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的方式把它装到低碟的 那个Python39的那个路径 但是你说就这么简单吗 没有 还没完 因为懒人包里面还要Spider 可是如果你现在装了这些东西之后的话 跟各位讲 它里面呢 没有Spider 所以你必须什么 你必须要下指令 再做安装 把Spider装到你的这个环境里面 才会看到 但是那个动作 虽然不是很复杂 但我发现对同学来说 是一件还蛮麻烦的事情 所以也许 我再做一遍啦 如果你也许假设觉得太麻烦 你先跳过没关系 然后 但如果你觉得不困难的话 你可以自己试做看看 那你会发现我们在低碟底下就有个39 可是里面Scripps 你会发现里面没有东西 为什么 因为没有Spider 所以下一步的话 我必须把Spider装起来 那Spider装起来怎么装呢 这时候麻烦的事情来了 一你必须要学会在这个Scripps上面 点一下这个路径 输入CMD CMD的话就comment 就是进到那个文字模式 自己要打指令 那打什么指令呢 你就要跟他讲说 你帮我去那个pipe 到pipe server上面 去帮我安装 pipe install 跟他讲说 你到pipe那个server上面 帮我找找看那个spider这个东西 帮我安装下来 所以你就打一个spider spider OK spider 就是 帮我安装喔 去哪边装 去pipe 在这个server上面安装 这个spider 那没问题按enter 如果呢 假如说没有状况的话 理论上你按一下enter之后 他就会到那个server上面 去帮你把东西抓下来 并且装到那个scripps里面去 但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 你可能就要想办法把他克服啦 他怎么没有反应 有啦OK 好 有没有发现他download了 对喔 所以其实我只要下一个指令 叫pipe 空一个a store 然后空一个spider 有没有 你会发现他跑很多很多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帮你把什么spider那些东西 从他的那个pipe的pip的那个网站上面下载 那你想说老师那个pip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pip就是这个 pip就是这个 叫做 Python的package index 的这个地方 里面的话就有个spider 他也就是把一些相关的外挂 都放到这个叫python的package的那个 网站上面啦OK 所以我们是把这个spider从那边抓下来 不过啊可能要跑一下下啦 你会发现他这边跑跑完了吗 好像有错误是不是 install的 他说spider这个啊 可能啊 所以啊这边又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因为呢我们那个那个什么 安装程式啊没有update 所以呢如果没有update 应该就错误了 变成说我还要再把那个 安装程式update 然后再做安装 否则的话呢他好像会安装失败 大概是这样啦 那也许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是怎么来的 我看里面有没有装成功 好像就没有装成功 变成我还要先把这个pipe 先做升旗 再安装一次 那很麻烦算了 好吧 大概就知道一下 懒人包是这样来的 那因为我在想说 如果我们上课第一周 就请各位同学做这些事情的话 可能要花蛮多力气的 所以我后来我干脆想说 我这直接给你懒人包 我做好的你把它解压说 打开就有了 反正麻烦就麻烦一次 就我麻烦就好了 你们先不要麻烦 OK 先可以让再说啦 第一个部分先跟各位做说明 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如果你们假设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逛一下这个Python的官网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坊间的书籍 的第一手资料 所有的 参考的资料 都是在这个网站上面找到的 里面的话有个叫Documation Documation就是官方的说明文件 里面的话就有所有 他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 所以像我的习惯我刚才查一手的 我就不去查书了 但麻烦的地方 他里面第1个早期只有英文版 所以你Documation里面 点击他 你会发现 他现在最新的是 针对Python的3.91的文件 不过理论上大致都一样 旧版新版 基本的东西都没改变 那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一些 比较新的功能 那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英文版 我英文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我阅读不是很辛苦吗 对 那怎么办 有没有中文版 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话 点击 有没有看到有 Traditional的那个 Chinese 有耶有繁体中文 这个 点下去看看 有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 但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他好像也是 也不是繁体 有没有 这个模块 模块其实我们翻译到模组 有没有 然后 他这个扩展 迁入 这有些名称 语言参 这个有些简体 语这个字就简体了 那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要学的 第一阶段应该从哪边开始学起 你可以看这个 叫做标准函事库这边 或者是语言参考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1 语言参考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看语言参考 点进去 那你会发现 里面他就跟你讲说 所有的相关的说明都在这里了 那我们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比较OK呢 这个语言 你会发现在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基本的语法 像是形态 有没有类型 对象 其实是物件 只是说他翻译的其实有的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 运算符 应该是运算值 只是我们翻译的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他这个应该严格讲起来并不是繁体中文的 比如说你可以运算符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有什么 加减乘除 除除 当然还有其他的符号 只是后续我们会再讲到OK 另外的话还有相关什么 类型 类型里面的话你可以点进去看 里面有相关的说明 只是说像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复杂度 那我们通常是有遇到问题再到这边查询就好了 有点把它当一个词典来看待 OK 跟各位说一下 可以到Python官网上面去找一些相关资源 所以刚刚我主要利用 第一个你Google找Python这个关键字 会找它的官网 那里面的话如果你要最新的版本的话 你可以用download这边 去download最新版 那它的文件的话是放在这里 另外的话呢 我刚刚有指到一个叫什么 Pypi这个 这个就是 Python里面所提供的外挂 通通放这里 OK这个也是 Python最强大的地方 为什么因为 举凡就是说你想要做相关的事情 这边都有相关外挂 目前有多少的外挂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总共目前有 二十七万五千四百零七个外挂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要解决相关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在这边搜寻一下 比如说你想要做语音辨识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 有没有 你可以就是什么 把语音辨识的关键字打上去 然后呢 它就会帮你找到相关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 像你要下载YouTube 其实这边也有下载YouTube 你甚至可以把什么 YouTube 的关键字打上去 然后它这边的话会出现 甚至如果你要downloadYouTube 你甚至这边可以再打一个什么 download downloadYouTube看有没有 有没有 downloadYouTube 也就是说这边这些外挂 都具备有什么 可以下载YouTube影片的外挂功能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将来可以从这边去延伸 大概给各位一个方向 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1个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 实际上是从官方那边来的 只是说我已经帮各位先装好了 这个环境 关键 咱们试回来的